现在我是在去著名的恩施大峡谷的路上 可以看得出来 还是蛮壮观的 恩施大峡谷是国家5A级景区 全长108公里 面积有300平方公里 是青江流域最美丽的一段 来旅游的一般都是到七星寨和云农地缝进去 我们先把行李放到了半山腰的女儿寨酒店 然后坐锁道上行到半山腰 从半山腰开始爬七星寨 导游说 即使坐了锁道 仍然有8000几台阶要爬 大概要爬4个小时 爬不上去的可以做滑杆 这就是滑杆 还挺多的 看来爬不上去的人也不少 如果爬不动的话 一路上都有滑杆的服务 可以选择在任何一段做滑杆 我同行的一个队友 因为背不好 所以花了900块钱 全程做的滑杆 这是石牙迷宫 是典型的颜蓉石牙地貌 为三叠际灰岩金风化波石而成 像大峡谷这种卡斯特地貌 有很多这种类似于一线天的景观 现在我们是走在绝壁栈道上面 也称为布云天站绝壁城郎 这个栈道是2006年8月开始建的 历时一年8个月建成 它在山体的东侧悬崖 绝壁的山腰 海拔1700余米 全长有488米 高差有300米 时间有118个 这个工程是运用了 巴蜀古栈道的建造方法 和现代的建材和施工工艺 结合在一起而建成的 但是有恐高的人 可能还是会觉得有点心惊胆战 有恐高症的人 可以选择另外一条道路爬山 这段路走走停停 有高有低 也有平缓的路面 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艰难 但是最艰难的一段 还在后面 峡谷轩酒店 这就是导游口中的最艰难的行程的开始 我口渴都不行 买了一份现切的西瓜 先解解渴 西瓜很新鲜 味道非常好 吃完了西瓜 再继续我艰难的行程 果然是越高 视野越开阔 停停看一看风景 也让爬行的过程没有那么枯燥 碰到一条三岩济灰岩 风化而融食而成的峡谷鱷 终于爬到了最艰难形成的终点 银克松 也是此行的最高点 虽然这个松没有我想象中那么伟岸 但是此后一路向下了 应该没有那么艰难 从高处看整个山田还是挺壮观的 有点震撼 终于到了举世文明的一炷香 举世文明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夸张 不过它倒真的挺像一炷香的 也挺像一个助力在那儿的疏离 但凡这种都是三分长相 七分想象 回程的路上看到了这个正在修建的悬崖栈道 左边山体上的这个悬崖栈道 在修建之后将会和右边山体上的 这个悬崖栈道连接起来 完成后应该很壮观 也会吓到不少恐高的人 还蛮期待的 下山的路果然轻松了很多 一边走一边慢慢地欣赏峡谷风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下山的时候我们只下到了半山腰 然后坐了九节电梯 从半山腰到山下 结束了七星寨的行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